选择权会是现在的关盘重点 那么上一周我们请你帮投资人 也有解说了除全息行情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上周台阶还有TPK陈宏 没有上演除息行情 并且今天也是继续的下跌 那么同样也是晶圆双雄的连电 一开盘两分钟就完成填息 但是下半场也是反转下跌 原因是什么 那么你怎么看 接下来的除全息个股 有哪一些可以留意 其实今天连电 一开始也是看起来 要迈向填息之路 不过像中场一个中尾盘的时候 其实稍微的一个反压 投资人要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大盘的一个行情不好 覆潮之下无完卵 那其实照这边的行情来看的话 不是说连电不好 那投资人在这边 有些股票被挫杀 像上礼拜我有讲陈宏 其实投资人如果您不介意 如果放陈宏比较久的话 我觉得350-340以下 我觉得可以慢慢慢慢的考虑 逐渐逐渐进场的一个态势 因为其实就本益比 其实不到一个相对来说10倍 那现在有一些像传产类股 美利达或者是如宏 这些个股 我觉得短多长 我是看空 其实我明确跟大家讲 因为传产类股 本益比20倍 就台股的一个状况来讲 我就不健康了 因为这边的全职股 全职电子股 如果不到10倍的本益比 如果鸿海 成宏是不到10倍本益比 不到10倍本益比的话 台股是没有办法散工9000点的态势 可是投资表 换句话说 如果我把一个相对 鸿海跟陈宏的本益比 调高到15倍 其实鸿海可能要先120再说 陈宏可能要先600块再说 其实台股 还是有占9000点的一个 关卡的一个实力在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只要外资再一次的变形 再一次的加码 这些电子股的话 我觉得台股 是有机会再次散工 那我们刚才稍微提到 许会主播有提到一些 相对除全息的一些个股 上礼拜我们稍微提到说 像威刚 那最近的其实 不论是一个低论 他其实投资表 可以注意一下 其实最近很奇特是 低论现货报价还没有下跌 非常多的一些言论 认为低论现货报价 不论三星的一个市况 或者是说 三星的手机卖不好 而造成低论现货报价下跌 可是投资表 预期现货报价下跌 可是低论的现货报价 真的实际上还没有下跌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蛮看好威刚 甚至于一个相对来说 其实三四七次的华雅科 投资表 你们看到 今天稍微又是开平 甚至开低 一路走高 跟上礼拜五的走势 很像 都有留一点点的下影线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在低论现货报价 还没有下跌之际 其实威刚 在七月十二号初全息 可以注意 那三四七次的华雅科 也可以注意 另外世界七月十六号 其实上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时候 世界每一天都拉尾盘 你会发现 其实为什么美利达 走势这么凌厉 投资表 如果你是归功于 一个传产类股 二十倍本益比 那我宁愿归功于 它是一个MSCI概念股的 一个相对 一个概念股的题材 那所以同样的 五三四七的一个世界先进 也是MSCI新增股 汉维科也是从 MSCI新增成分股 从四五百块 股价直接上看到一千块 所以五三四七的世界先进 不论是投信的买超 或外资买超 都可以值得注意 所以上礼拜我们有稍微推荐 微干世界 以及需要 你没有发现 需要在七月二十号出现期 也是营收在高档 进营收创一个新高 所以我们推荐一些个股 其实就一个业绩面 提产面 甚至之前我跟大家讲的 触控的一个 IC的一个合锐 其实股价走势都还蛮凌厉的 这些机油个股 我觉得是一个大盘下跌之际 逢低可以布局的一些 好时机点 低润记忆体还有MSCI概念股 可以逢跌来布局 谢谢分析师帮我们做了分析